大雨天 李世民领着一百骑兵 和突厥几万大军面前摆开了架势 大聪明杰利克汗给整部会了 李世民虽然处于劣势 但气场那是一点也不虚 刚跟杰利碰头就劈头盖脸一顿输出 大聪明 你不搁家放马乱跑啥呀 大聪明呢 很嚣张 我要到长安去 你拦在这儿有些酒 你拉着一百号人能挡住我咋点 要不到我这儿吃个手抓羊肉 吃饱喝足给我滚蛋 七年前晋阳起兵 咱们之间有约定 你借给我们两千骑兵 我们每年给你金银财宝 现在违约了吗 应该没有吧 那你来兵就干什么 抢购我们的百姓 我听说你们有人叛变 所以我来看看 你少给我扯淡 你们团队没人叛变过吗 还组团来看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是不是显得淡疼啊 李世民 我今天带了一百人 我的意思你听清楚 我要和你单独对抗 如果你发兵 我就用这一百人和你的全体人对抗 大聪明哪见过这招数 我不和你单打独斗 土力 你愿意吗 你要是愿意给老叔当个炮灰 我倒要看看这李世民耍的什么花招 大聪明这么一问 二聪明这么一愣 李世民瞬间捕捉到 这人俩也不是铁板一块 于是剑缝插针 土力 你跟我来 被这么一喝 二聪明和大聪明都有点懵 二聪明跟着李世民猫了几十米远 还没整明白要干嘛 李世民就开始动手动脚了 土力不淡定了 你单独约我干啥 你这样干我怕Uncle杰力误会呀 远处的大聪明看着两人有说有笑 这还得了 赶忙一个流氓哨叫回二聪明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你知道我跟他关系一直不错 大聪明的CPU飞速运转 他把李世民说过的话联系起来 叛变 一百人 土力 他敢这样干 难道是因为跟土力有阴谋 操 他压根不是一百个人呢 他骗我和他单打独斗 然后再勾搭土力端我的老底 我很聪明 老子才不上当 回草原去 就这样 炸壶高手李世民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 仅用了一百骑兵 把疑心重计的竭力吓回了草原 李世民又一次挽救了大唐 可他回到长安后呢 却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了 先是自己门下的杜如慧 无端的被张国障的人狠狠的修理了一顿 然后小妈张杰瑜 又个人先告状 捅到了李渊那儿 事情就变成了杜如慧今天下班 路过张府不下马 还把张国障的人狠狠的修理了一顿 李渊呢 还是那副德行 有麻烦喊二郎 事儿完了叫秦王 得罪了你小妈 当心把你打出降 秦王府的杜如慧 怎么敢到国障家去打人 李世民悄悄瞥了一眼张杰瑜 老爹说杜如慧打人是撒谎 他打人能把自己打伤 又说他不下马 人家今儿个上下班压根都没骑马 几问几答 张杰瑜终于包不住了 但问题是单凭一个张杰瑜 张国障绝对没这个胆量 跟秦王府硬刚 这背后分明站着太子和齐王 打个杜如慧 对这哥俩来说呀 只是开胃菜 与秦王府全面升级的对抗才刚刚开始